当中国人为没有一辆能让世界认可的豪车品牌而苦闹时 共和国汽车工业的代表红旗站了出来 要勇挑振兴汽车工业的大任 即使吉利、奇瑞、江淮等民族品牌发展得很红火 但是其基因里没有豪车或者高档的这个基因 而红旗从诞生的那一天起 便决定了它所肩负的使命就是要成为汽车工业的代表 前天新闻联播还特意播出了关于红旗汽车要崛起的新闻 红旗汽车的目标将打造成为中国第一的豪车品牌 从它的最新logo设计上 直接对标了老斯莱斯这一世界著名豪车品牌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 红旗将分为LSHQ四大系列 发展出至尊级车型、轿跑车、主流车以及商务出行车 并且在车的外观设计上也有大胆的突破 在进气格栅上 它用了直铺式的设计 一面红旗上面正中一道金色的线条穿过 类似于中国传统理念中的中轴 并同贯穿发动机盖的红旗造型相互相成 更具立体感 该造型也替代了之前的轮故上存在了几十年的溃花标 显得更为时尚大气 与之相搭配的是矩形的大灯组 红旗同时发力新能源 推出新能源跑车 续航可以达到600公里 对标当前市场比较流行的特斯拉 红旗在新形势下做出这样的转变 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要求 有理由相信 红旗成为世界知名的好车品牌的那一天 不会太远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